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续就是釜山航空他们也会复航 那明年的话呢 目前就是预计像是机舟航空啊 大航航空 中华航空 他们也都会陆续开始复航的状态 等于说今年如果已经有规划一些相关计划的人 可能就要特别去注意各家航空公司的公告 因为其实有一些航班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其实他们并没有说立刻一起全部都恢复 是慢慢的逐步恢复的状况嘛 对 但是如果说就算没有直飞也没有关系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交通方式可以前往釜山 例如说像是可以利用KTX啊 或者是巴士或者是邮轮等等 其实你可以从不同的城市过去 那甚至还有一个更新的玩法是做国际的渡轮 就是可以从例如说像是日本过去釜山这样子 就是两个国家我们一起玩就对 对对对 很充实 就如果假期很长的人确实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 对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说 那如果我们现在真的要已经人准备要去釜山了 好 那我们首先要规划的一个算是地区吧 我们通常很多人以往都会去的就是海云台嘛 因为那边真的就是你看可以看海景 又可以吃海鲜 然后也有一些有趣的可能景点这样子 那我知道最近网路最夯的 就是它有一个那个Blue Line Park 然后海滨列车就有四个颜色对不对 可是其实网路上拍照起来真的很好看 就是很像色彩缤纷的小胶囊 对对对 大家都会说它们是胶囊列车 对 那它主要的话其实颜色不相关啦 就是颜色没有关系 所以其实等于是我不能选对不对 我去了我可能它叫你搭绿色你就是绿色这样 对对对 那主要的话它有分只有分胶囊列车 跟一般电车型的列车 对那胶囊列车的话就像大家可能在照片上面看到 它就是有点像是徜徉在海面上的那种小胶囊的感觉 就一种童话般可爱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它的轨道比较高 那再来另外一个是电车型的列车 但它的座的样子是横的座 所以很像一个 你在坐的时候很像看电视的那种感觉 就是海景直接一直从你眼前闪过去的那种感觉 感觉很有趣耶 对 但是如果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要坐那个胶囊列车的话 那可能比如说它的费用啊 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大概是交通 它大概怎么讲 大概会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这样子 因为胶囊列车它现在是卖两个人到四个人乘坐 因为最多那个胶囊列车只能坐四个人 所以那四个人的话大概是三万到四万四 两个人到四个人这样子 你说韩元就对 对对对 那电车型列车的话就是每个人票价都是固定的 OK 那所以说那像我刚刚问说那它可以从哪一站大到哪一站 像胶囊型列车的话它比较有限制 我们所有的这个海滨列车它的起点都是从海云台的围埔站开始 所以像胶囊型的话就是围埔到青沙埔这一段 那其他的像那个电车型的列车的话就是整条都有 那它主要的话轨道会是从海云台一路就是沿着那个海岸线到 就是东府山 那所以说假设我只是要去搭那个就是要拍那个可爱的 叫哪列车的话 其实它等于就是等于是你说像讲的站点比较有限制 可是它其实还可以顺便去周边玩 像你刚刚讲说有青沙埔的话 我上那边好像有一个很流行的什么 垫脚石天空步道或者是可以去那边吃拷贝 是是是是是 就是会有一些可以顺游起来 可以玩个可能半日或什么的这样子 OK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搭完了胶囊列车 我们接下来换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交通工具 对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海云台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玩法 是说我们可以搭豪华游艇是不是 对 那可以在什么地方搭吗 或者是说大概搭一次费用要多少钱 我们的航程又大概是多长的时间呢 就是现在你说的那个叫做海云台River Cruise 那它主要可以搭乘的地点 跟我们一般知道的 例如说什么水银游艇竞技场 那个地方不一样 那它主要可以搭的地方是在那个电影殿堂附近 OK 对它有一个可以搭乘的地方 那它的话可以分为一般的搭乘游艇跟私人游艇 就是我们可以包船 那最多的话可以搭到22个人以上 对那私人游艇是这样子 那一般游艇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以单人单人去算 然后它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路线其实都不一样 对那它最 我觉得最值得去搭的 就是它有一个路线是可以搭到 它会把你拉到广安大桥 对 傍晚的时候可以拉到广安大桥去看 是黄昏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广安大桥就是会发光 发紫色的光那种 发光 你说就是黄昏的时候 如果然后桥面开始就会点灯 对对对 OK那感觉是蛮浪漫的啦 感觉很适合情侣啊 这样去拍照这样子 家人也非常适合啦 我们不设限 留下一个那个很美好的回忆 百万海景 百万海景 对对对对 那可是像这样子 它费用会很贵吗 其实不会 它现在的话 大概是落在两万到两万五韩币左右 因为它傍晚跟 就是白天的时间是 就是那个价钱是有分的 所以其实这样折下来 其实反正应该也不会太多 就是可能一千多这样子 不到 一个人才大概 现在韩币贬值嘛 大概一个人五百多块 就是有这么低的价格的部分 就可以了 这样子 OK 然后其实好像还会有一些表演吗 还是说 没有如果说你刚好 就是遇到他们可能有办一些活动 或是什么的话 可能就可以在船上放烟火 对 但是因为原本是可以在船上 就是他可能会提供你一些小点心啊 之类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些全部都取消了 没有就等于是纯商景啦 就用不同的一个角度 我从海上 然后去看一下那个 可能海云台周边这样子 OK 好 那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了 观景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现在知道说 其实如果你在海云台那边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不一样的那种展望台 然后是位于一百楼的 对不对 对 就是你提到的这个是 釜山X的Sky展望台 那它主要的话是位在 海云台的LCT 这个 就是这三栋建筑物里面 最高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 它主要是两栋85楼的 跟一栋101层楼 组合而成的嘛 是 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展望台 是位在那101层楼那边的 对 100楼那里 对 它其实三栋楼里面 其实就是有 五星级的饭店啊 然后还有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水上乐园 嗯 对 那它 感觉很多的娱乐设施那种 可以让大家可能在那边 又可以玩一天这样子 就是出来 我就在里面了 对不对 我就住在那儿 然后顺便玩那边的设施这样子 对 因为它现在的话是 全韩国第二大高的建筑物 嗯 对 然后像你说到那个展望台的部分的话 它是从98楼一直到100楼 哦 都算是展望台的范围 对对对 然后里面还有餐厅啊 然后还有全亚洲最高的星巴克 嗯 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它的电梯是可以一分钟以内直达展望台 你说从一楼吗 对 感觉很快速 对 就是我们上去的时候 耳朵其实有点痛 就就 啊什么已经到了吗 对 回过神了 然后到了 是是是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一个全透明的桥 那个算是 叫做Shocking Bridge OK 韩国真的很流行透明这件事情 就是到什么地方高空都一定要透明 就是它你直接看的话 其实可以看得到海云台底下的沙滩百沙 感觉会腿软 有没有 对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有人还在旁边尖叫 因为他有点害怕 举步为奸啦 对 就是为了要拍美照还是要那个 对 对对对 OK 所以它就等于是说它设计出来就是 而且好像是它的 算是四面的都是窗景 可以都可以三百六度看嘛 对 等于说它其实 非常的怎么讲 你三百六度环境非常方便 然后你可以打卡 然后这样你说地面又是透明的 对 就跟各种角度拍都是 非常OK就对了 那我觉得如果你预算够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里面用餐 吃晚餐 你说它里面 它等于是里面会有些稍微价格高一点点的 它里面就是有一个专门在卖意大利面跟牛排的一个餐厅 比较有情调的那个 对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是晚上 嗯 它连厕所都很漂亮 什么 不是 哈哈哈 这是厕所赏景吗 对对 对 厕所是透明的 不是门是有的 我的意思是说 它这样子马桶坐着 看出去就是海云台 怎么上车子这么去哦 那这样它会就不出来了 这样子 我们是坐在里面蛮久的 就大家都会有这样子 忍不住就想要在里面坐一阵子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很值得看啦 可以待到晚上 哇 感觉海云台怎么越来越好玩了 真的 那其实说像你刚刚讲的 有这些可以搭好玩的 就有趣的列车 然后或者是去展望台 看一下很漂亮的景色 那其实有一个地方 它其实也不能够说是 很新的点 但其实是台湾人 比较少知道的一个 吃美食的地方 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步障马车 对 因为其实步障马车 其实大家比较知道 它就是卖那种所谓的 街边小吃 就是很多韩剧 其实也都会有嘛 对不对 对那你不要再跟我们讲一下说 像海云台这边 步障马车 是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很常去釜山的人 应该会知道说 如果讲到步障马车 大家会想到西面 在乐天百货 后面那一条 但是在海云台步障马车 我觉得可以推荐 大家去的原因是 因为它卖的东西 跟西面的不太一样 它主要都是一些海鲜啊 海鲜生吃 或者是 就是一些比较新鲜的海鲜啦 但是 我觉得比较推荐的就是 可以去那边吃吃看 例如说 像台湾吃不到的 什么海鞘 啊 我只都那个 长得很独特的 一个生物 长得蛮奇怪的一个朋友 对 然后海生 生吃 对 台湾吃不到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龙虾三吃 哎哟 对 就是平常可能要去那种 可能比较豪华 或什么的地方 才可以吃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因为我之前自己去的话 我是去到那边之后 我跟那个姨木说 我要龙虾三吃 所以 你说一个人吃吗 两个人吃 但是就是 它的价格当然会比较高 所以你在 叫它做之前 你要先问一下 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嗯 对 它们那里会有很多摊 卖这样子的东西吗 基本上每一摊都在卖龙虾三吃 所以就表示它非常的热 尤其就非常很多人去吃 对对对 就是之前前一阵子 韩国人蛮流行 就是去那边吃龙虾三吃 哇 那你这样子 你说费用的话 大概会是落在哪里 落在三千多块台币左右 三四千 你说两个人 两个人三四千 但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啦 对 因为在台湾 好像吃不太到龙虾三吃 因为它是当场抓给你看 然后你还可以 火龙虾让你看一下 你还可以跟龙虾拍个照 拍个 seed down please的照片 你说好 我等一下要吃你了 对然后拍完之后 过来都有它就出来了这样 是是是 那所以听起来感觉 是说很推荐大家 其实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预算 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 而且反正其实很多人 可能也还没有在 步骤马车吃过东西嘛 对对 然后就可以说 吃到还算是 两个人分担下 其实也还不会太贵的一个预算啦 对 就是不要想要吃饱 我们就是去吃今天 吃个有趣 对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刚刚其实 讲的都是海云台的部分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另外一个 其实今年也还蛮红的 大概三月才开的 就是釜山的乐天世界 对不对 它其实算是 韩国目前算是 最大的主题乐园是吗 对 因为我迟疑了 我们不敢 不敢说自己是最大 反正就是 最新的乐园 但是占地是蛮大的啦 对 然后它目前的话 是位在 釜山的那个 东边 东区的地方 然后那个地方的话 现在就是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新的游乐设施啦 对 然后在这边的话 比较也是像这样子 乐园形态的吗 对 OK 那在这边的话 主要 釜山乐天Adventure 我们都是这样叫它啦 釜山乐天Adventure 它主要是以童话 打造的一个乐园 然后它是比 首尔的乐天世界 在多个20%的面积 OK 所以就是 如果你在首尔已经 你知道玩疯了的人 你到釜山 你就更玩不玩这样子 对 就是可能走到铁腿 都还没走 对 而且其实说 里面听说 有那个云霄飞车 非常的厉害 对 它里面就是有 大概全世界 大概只有八个的 有那个云霄飞车 OK 然后还有会 就是冲下去 会喷水的 但是他们的云霄飞车 它等于是说 它可能是 可能是速度上面 也比较快是吗 对 然后或者这些 好像还有那种 什么360度这样子 有一个是在 首尔乐天也有 但是 在釜山这边 比较特别是 它在转的时候 它离那个餐厅很近 所以其实你在 那个餐厅里面 如果你不敢玩 你可以看得到 那个就是 好像快要撞到 你的那种感觉 你说它觉得 它下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度感觉 因为它就在那边转 然后这样子 这样这样 OK 大家可能 就听了可能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反正就是 它会撞到你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 你没在用餐 你会有点紧张 它有可能脱鞋会掉出来 因为它窗户是镂空的 所以其实看得很清楚 哇 那感觉非常的刺激 对 那如果说 像除了这样子的 云霄飞车之外 还有什么比较好玩的 游乐设施吗 或是你推荐他们 可以在里面 看一些表演 或什么的 我是比较推荐 可以在里面看游行 然后也可以在里面 就是租借制服 这个大家应该 都有制服梦吧 对 你知道那种 韩剧跟韩纵里面 都有非常多 那种大家会 租那个学生制服 然后重回青春时代 然后去那边玩那个 然后再带个法枯 对 我觉得真的是 你在韩国做件事 你完全都不奇怪 你不吐物 而且你不做 反而会觉得 太可惜了吧 你都来这里了 对不对 对 那感觉 另外好像 我还要看到像什么 360度巨型鞦韆啊 有什么没的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 因为它这样子 里面加起来说 设施大概有17项左右 对 然后再加上 它的一些娱乐的 附加的娱乐的东西 大概有24个左右 对 所以其实它里面 你要在里面待一天 也是可以 对 我们那个时候 是还有看到人家 是买新光票 4点以后进去 比较便宜 OK 就跟台湾的 其实某些游乐园 也是一样的嘛 对 对而且 那像你刚刚讲的那种 花车游行 它其实也会 跟我们在别的乐园 看到的 会有一点不一样吗 或是他们自己 有没有什么 比较限定的东西 他们 其实我觉得 它的游行 应该是说 它会有的时候 会针对一些节庆 去配合 所以它的游行 会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表演节目 可能会调整 对对对 其他的就是游行 很直白很诚实 我欣赏你 好 对 那其实像 如果喜欢那种 所谓的乐园 或者是喜欢那种 比较刺激 或者是运动型的人 对 他们除了 釜山乐天世界之外 他们其实好像 还有另外一个 新的景点 去年才开放的 就是斜坡滑车 是不是 对 所以它就在 它就真的就在 它的隔壁 就是乐天世界的 对 所以如果想要玩的人 真的是要把牌子 在一起 千万不要 因为你用走的 就会到了 哎呦 这么近哦 好的 对 那所以你可不可以 跟我们讲一下 那个斜坡滑车 它好玩的地方 在哪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Skyline Luch 它这个地方 那其实它这个地方 目前就是韩国 只有 只有统银跟釜山有 对 那它全部都是从 纽西兰引进 连车道都是 对 车子车道都是 那它是利用 就是重力加速度的方式 所以 其实它 斜坡滑车 它本身是没有动力的 嗯 对 那它有分成两个 两个道 两个路线 那一边是看山 一边是看海 所以你冲下去的时候 你有在看 就如果你有在看旁边的话 都是海 哦 感觉有点紧张 就是对 然后你又不能停下来 哦那怎么办 如果不小心冲出去啊 没有啦 冲不出去 但是就是停不下来 但是 就是一直看旁边的风景 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 而且我看它其实 那个车子的设计 它长得有一点像赛车 可是它实际上 它的那个操控的地方 又有点像我们脚踏车的前面 对 那其实你在 其实很多人都会担心说 我可不可以带小孩 那如果是小孩的话 它就会建议小孩 跟爸爸妈妈一起坐 它其实可以两个人坐 对 那它在出发之前 它会先训练到 你已经会 驾驶这台车了 它才会让你出去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说 你要去左边还右边 就是山线和海线 不一样的景色 OK 那你那时候有去滑 比如说山线还是海线吗 因为我们是 最多是买 最少是买到二回卷 所以我两条都去玩过 哇 那你有没有特别推荐 自己最喜欢哪一条 我比较喜欢海线 OK 它真的会有没有让你觉得 你快要冲去海面的感觉吗 不会啦 有的话就完蛋了是不是 不会啦 但是就是 而且因为它很刺激的原因 是因为它里面有四十几个弯道 所以其实你在弯的时候 就是我会 我就故意这样撇一眼 撇一眼撇一眼这样 那你是要甩尾是不是 就撇一眼看一下 就是海景 这样撇一眼再看 那个撇一眼之后 中间还顺便拿手机起来 又拍照 不行 因为它里面不能带手机上去 就是单心会有那种安全考量 对 因为它好像是有 就是说 如果你带手机上去 如果手机掉的话 大概是要三天之后才找得到 那如果我想要拍照留念的 就是开头跟结尾的时候 对 然后不然就是有的人会带GoPro 挡在手上 就是记录你一路的那个滑行的画面 哇 听起来感觉是很刺激 那所以就是等于是说 其实大人也可以啦 小朋友也可以 这小朋友就是要 如果是小小孩的话 建议就是大妈的怀里 对 那感觉其实也是 感觉是个很有趣的一个新的东西 对 那所以可是像我们刚刚其实 介绍的都是一些 真的是比较新的点 对 那像我们以往比较 大家熟悉的你说像 甘川洞文化村 就很多彩色小房子嘛 那或者是说像我们可能会去 南普洞购物 那像这一些所谓的早期 早期吗 疫情前 对 比较热门的一些景点 那他们的目前也是 有说像之前我们提到说 可能首尔的宏大 或者一些民洞的地方 逐步在恢复 也是这样子的状况吗 我们这边的话 甘川文化村 它其实现在店家都还是 一直有正常在做营业 营运这样子 对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是 那个小王子 他们已经有换过一轮了 你说雕像的部分有换过 他有帮你换成新的 让大家就是可以去跟他 还是什么 没有新 不是 换成一个新的 就是可能外面有清干净 OKOK 对对对对 把小王子重新换装 对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就是最新流行的什么 BTS 的彩绘场 对对对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他都一切都蛮正常 就是大家都是 已经准备好 要迎接到复兴旅游了 OK就是有新增啦 对对对对 不止正常还新增了 对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像你刚刚有提到的 我们之前很常去的一些景点 例如说像是南普洞啊 然后beef广场啊 西面这些 其实疫情也不能说都没有影响 就是可能店面会有空下来一些些 但是其实慢慢有在恢复当中 对 就是在等 我相信应该等到之后直航 就是已经正常开始慢慢在恢复的时候 就是他们也会开始慢慢恢复 对啊 因为我看韩国其实现在都是迎接 国际旅客也是慢慢的 有越来越多人啦 去造访嘛 对 OK 所以就相信其实釜山这些热门经典 虽然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办法 像疫情前那么的 怎么知道很热闹 什么每个时段都有或怎么样的 可是其实也是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啦 对 对那其实说釜山 其实好像也有非常多的庆典或者活动 会随着季节 然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假如说像现在即刻就要飞出去的人 或者是说像可能他们有在规划明年 春天的行程的人 那你会建议我们可以顺便去参加什么活动 或者是去抓可能什么样子花季的时间过去吗 我会建议就是像冬天的话 接下来有圣诞树文化季 跟海云台的光之庆典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去享受一下圣诞节的气氛 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光影的或者是灯的 光之庆典的部分的话 到时候在图片 就是它是会在那个海云台 一整片都会有很多的LED灯 OK 所以它是一整片都在海滩上 就一些灯海这样 对对对 然后圣诞树文化季的话就是它是位在那个南浦栋 它有一个非常大颗的圣诞树 然后会就是进行点灯的动作 OK就是让它大家会有一种仪式感就对了啦 对然后再像到春天的话 其实会比较建议大家如果说对花有兴趣 对风景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去赏山茶花 然后水仙花 樱花 油菜花等等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像是什么三光四燃灯节 这个也是我也觉得非常适合大家去的 三光四它大概是在 大概是在四月五月左右 那它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为什么会想说我要推荐大家过去 因为它就是 我们之前去过的时候它是三光四 它整个是晚上的时候会有一整排的灯笼 所以不是白天这样子 不是不是 燃灯 燃灯节 OKOK 你说就是有点像台湾 有时候也是会有那种 比如说什么整片的灯笼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它们真的是蛮漂亮的 它旁边 你说它会是在山边还是在 它是三光四在靠近山那边 OK 所以它就等于说你晚上点灯的时候 你还可以顺便看一下周边的一个 三色的概念 晚上点灯应该看不到 有什么 你说纯拍灯笼节 好的好的好的 纯拍灯笼节跟那个寺庙的那个亮亮的那个 外观 对对对对 像我们可能是清水市场夜银的概念 就是龙山四点灯的样子 哦好的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那假如我们旅行的那个计划没有这么快 我们走过了冬天才有春天 我们可能夏天或秋天才去那怎么办 你要推荐什么地方 夏天秋天那就更多啦 夏天的话有 因为我们是庆典之都 我们基本上每一个月都会有一到两个庆典以上 对 所以我们的话可能就是会有 例如说海云台沙雕节啊 对 然后还有太宗台秀球化文化祭 对 在太宗寺里面 然后也会有像秋天的话 我们有国际电影节啊 然后釜山烟火节啊 釜山同一个亚洲文化节 然后还有东来艺城历史文化祭 这些都是在秋天的时候都有 OK 等于是说不管是怎么样 我四季其实都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对 OK 好玩的景点 然后即便我去的不是这些新兴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热门景点 其实拍照也很好拍了啦 对不对 如果你跳花季还是登记的时候去 对啊 就很不错的对不对 OK 很好 那惠玲今天还有其他想要跟我们介绍的 釜山的任何 比如说热门的旅游趋势或者景点吗 我这边想要跟大家推荐那个 松岛龙宫云桥 OK 对 就是大家台湾人应该比较了解 应该是松岛的天空步道 或者是松岛的海上缆车 那其实在距离海上缆车 就是你坐过去之后 在底下大概走路可能十分钟的距离 就可以到一个松岛龙宫云桥 对 那它主要的话是连接 那个桥是连接在松岛海水浴场旁边的一个 叫做东岛的无人岛 对 它可以360度环景 就看整个松岛海水浴场的海景 对 所以你就说听起来就是说 它虽然也不是一个新的地点 它其实算是新的地点吧 因为它以前大概18年前20年前 18年前我刚听到什么 18年前20年前 其实就已经有了 只是那个时候被台风就是摧毁 就像松岛海上缆车一样 对 也差不多是大概20几年前 所以它有重建过 对 OK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去的话 也是非常OK 非常正常可以去那个 目前的话是预计维修到11月底啦 但是也有可能修 还没有修好 因为上次9月台风的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对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今年要飞出去的人 而是可能明年比较晚一点才会飞出去的人 你可以去查一下 可能刚刚那个我们提到的这一个新的松岛龙宫云桥 它是不是已经修好了 因为它如果修好了之后 它也会成为一个你说自然场景 一个很好拍照的地点 然后也可以走走路啊 对不对 散散步这样子 也是一个很不错可以消磨时光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色是 它底下是网洞 就是鸽子 镂空鸽子 哦 网洞 对 OK 怎么你感觉又有点四季耶 你怎么都这样好可怕哦 它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得到底下的那个浪花打起来 就是刚刚那个透明 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一定要可以看得到下面 就是吓吓你 是是是 是就边走边紧张 对 对 好的好的 挑战心脏强度又来了 是是是 好 今天我们非常 谢谢惠玲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不管是热门的也好 或者是 不管是新兴的景点也好 或者是原本就很热门的景点也好 其实应该相信对很多想要去福山的人 已经可以有一些重点笔记下来了 对不对 可以很多可以关注很多 可能你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对 那我们非常谢谢惠玲 你今天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些东西 对 吃货鱼肉厂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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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